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是勇敢地面对困难 努力拼搏 创造自己的美好人生 自立自强是一种精神 也是一种力量 它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困难 实现目标 自立自强的人 往往会取得成功 自立自强的精神 在中国古代就有很深的根基 孔子说 君子求诸己 小人求诸人 这句话的意思是 君子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小人则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 自立自强的人 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努力改变自己 而不是一味地抱怨别人 自立自强的精神 在中国近代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扬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 有许多自立自强的英雄人物 比如 孙中山先生 他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 建立了中华民国 自立自强是一种宝贵的品质 它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困难 实现目标 创造自己的美好人生 我们应该从小就养成自立自强的精神 为自己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以下是一些自立自强的例子 一个孩子 在父母离异后 独自一人生活 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 并且努力读书 考上大学 一个残疾人 在经历了许多挫折后 没有放弃自己 而是努力学习 取得了成功 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企业家 一个农村姑娘 在城市打拼 凭自己的努力 成为了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这些都是自立自强的例子 他们在面对困难时 没有放弃 而是勇敢的迎接挑战 最终取得了成功 他们的故事 激励着我们 让我们相信 只要努力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自立自强是一种美德 它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品质 我们应该从小就养成自立自强的精神 为自己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太阳千秋万不畅留 神柔兵非 多不危险 多犯留温习 博散了关节 修忘了与其 大家要互相联谊 我不一言 不要忘记 革命尚未成功